今集有洋蔥 道財做自備紙巾和豬脂收汗 有牛… 好驚訝 這個是不是超模操表演 以為只是狗, 原來我也要扮狗 小姐, 你知道嗎? 小姐… 夠了… 你們快點回房間準備 準備今晚的超模睡衣派對, 好嗎? 好… 好… 歡迎來到超模睡衣派對 好, 大家很尊重這件事 大家都盛裝出席 我們準備了人的零食和狗狗的零食 大家可以一邊吃, 一邊玩 一邊聊, 一邊享受 我們今天請來應援團團長Yumi Yumi,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我在比賽當時的壓力有點大 時間不多, 而且很多事都要很急著來準備 所以我跟自己說, 只要做好自己 最重要是享受過程, 這是最重要的 不如我們暫時放下所有壓力 先玩一個輕鬆的遊戲吧 以前的模特兒 很流行帶一本書在頭頂上走Catwalk 不如你們今天也試試吧 如果Gary的話, 我想放在Gary的頭上 你無非想弄扁他的頭 這條魚給你 不錯, 太難了, 他會吃掉 吃掉 不錯, 不錯 來… 行… 行, 不要走 不如我順手表演一下 什麼? 他現在變了三眼仔 對 他自己忘記了做 好, 給你吃 可否去到明天吃早餐也會這樣 對, 明天你去早餐, Gary 我是否陣子… 我不迫拾牠, 他不會… 應該不行, 爹, 爹 我高頭看著你, 爹 不是, 我也有 你穿頭 吃完了… 吃完了 時間關係… 我想到一個很搞笑的 沙發很可愛, 穿著這件衣服 沙發很可愛, 穿著這件衣服 也很像一個寶寶 你們兩個是笨蛋嗎? 你這件水衣哪裡來的? 我不知道 我的女朋友幫我拿 她是否玩你? 是否才是表演了? 是… 先玩一段話題 很多時候, 繩子會這樣穿著 穿著, 這樣就卡住了 我發覺如果把繩子 在它下面那邊踢一踢 這樣就會起聲 他這樣… 這樣 他撿得到 很厲害, 梳達 他… 可以這樣嗎? 好, 男生 然後再解繩 太好了 原來一次, 換了兩個 太好了 太好了 突然覺得他在解繩境 對 我們首先想看看 Mihou這身水衣的裝扮 你不冷嗎? 冷 我怎麼知道這麼冷 你們有認證的 你也認為這件水衣是對的嗎? 我也是短褲的, 你看 你是不是出去撿我? 不, 撿我 好 她的頭可以做到Gary那招嗎? 嘗嘗 好, 等一下 停 立刻撿自己的意思 停 歪 一 圓的頭 我放不到一樣東西上來 美美 美美 我頭射了很久 停 停 但他躲著我 我們抽10秒, 好嗎? 好 1, 2, 3, 4, 5,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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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看Mihou這身水衣 我買來過新年的 好 我拿著粉紅紅紅都可以 但之後我就沒穿過了 還是要鏡頭拜年了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 對 炭治郎, 不能放東西在頭上 他應該不行 他可以放在手上 但就不吃了 治郎, 坐 停 好, 停 停 好, 停 那可以放多久? 我可以走開 好, 別動 讓媽媽回來 不可以吃 好, 看著 乖, 不要亂吃東西 知道嗎? 好, 我已經出來了 好 完成了 很厲害 厲害… 說睡衣的話 你覺得誰最相配呢? 有看到有個圖片 對 看看 是我們 你們… 你們兩個 想贏了, 想贏了 這個可以爆裂 因為本來Sasha在一起換睡衣時 她本來不是穿這套 她說我出去找一找Jimmy 回來就變成那套衣服, 所以… 因為本來我有準備自己的睡衣 我跟她說, 我特地買一件小頓睡衣 剛好我也有, 她說帶來 那就對了, 一起帶, 合理 我家裡也有一套 你不訊息, 我叫我穿過來 這麼巧? 因為我沒有你的電話號碼 你又說你遇上了 你還想出一個重點? 希望你女朋友相信 女朋友, 我愛你, 所以你也相信我 怎樣都… 你們倆偷著 好… 好像說我們倆拆出了外貨花, 是不是? 他們倆… 我說薯餅和一半 主人的情緒通常會大動狗仔 好… 不明白, 多說一點 譬如主人緊張, 狗仔會比較容易緊張 如果主人愛? 如果主人… 很煩惱, 真煩惱 其實大家都是家人, 超無家庭 說實話, 不如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平時跟家人相處時 有否一些閃為人之 或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 Yumi, 有沒有? 你家裡七隻, 再加上茶茶 我不知道為何 她不喜歡別人跟她說再見 她很想不斷黏人 黏到她的累為止 所以怎樣看?我們跟她說再見 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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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事實勝於紅便 好 你們呢? 梳打, 有沒有? 有一個, 我很記得 當天我叫了叉雞飯 然後想出去做甚麼 就走開了 回來, 看著豆瓣 我說是切雞嗎? 為何沒有叉燒 我想了很久, 難道我吃了嗎 然後… 然後我看一看她的嘴 看一看地上, 柔柔一點 我知道地上又吃了東西 但她很無力 她很無力 不關我的事 吃完之後, 覺得完好無缺 真的很厲害 但其實那些零碎搞笑的東西 說起偷吃… 說完偷吃… 我現在突然想起… 我現在突然想起 其實我老婆也不知道 偷吃 也不知道 你這麼說… 我吃這些東西真是… 不知道你 其實有一次, 我老婆那時候不在 然後我跟朋友 我叫她過來我家吃火鍋 先問朋友, 男還是女? 男生, 男生 買肥牛肉, 最主要是肥牛肉 肥牛? 也很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會跟朋友聊天, 兩個人 聊天聊天, 為何沒那麼多肥牛肉 生, 看見Jammy 肚子這麼大 糟了, 我就怕了 然後有個事 最後他有沒有事? 真的沒事, 有沒有事 最後的毛很亮 毛變得亮了 如果你覺得你老婆知道這件事 會怎樣 其實… 會怕… 不過我想十多年… 通人的故事 吃了點胖 就算我老婆看到 你老婆正在看, 怎麼辦 有什麼跟你老婆說 我怕他… 抱歉 抱歉, 抱歉 不好意思, 抱歉 這個人說… 很難聽說 他說這個秘密 說謊十多年了 有字幕出了, 接著這件事 抱歉 對不起 好, 謝謝你這個故事 最感人的是什麼? 他把這個秘密貢獻給我們 不是 有誰? 表弟吧 表弟有很多故事吧 有…有一次是… 他小時候, 我不認識 當他嬰兒這樣抱 他對著我, 手這樣抱在那裡 這樣抱在那裡 然後他看見其他東西 好奇 在那裡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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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終於在我身上 他掉了在地上 對, 他就掉斷了前手 他前手的手指斷了三、四隻 然後他占叫了… 應該有二十多秒 他叫得很厲害 整個大堂都聽得到 對 對, 幸好兩個月後就好了 你一說的時候 你的聲音也會震撐 我想你那一刻應該… 就是… 不知道, 內地都熟 很累的 對, 很好笑 我大哥 表弟他突然說那個故事的時候 我跟他聯繫了那個感情 因為首先, 他說完之後 其實他自己 還忍不住他的情緒 還在哭 就是說其實他真的很愛很愛 我覺得在水衣派對中 令我最深刻的 就是Jimmy說薯餅的哥哥 薯仔的故事 我想說一個不是關於他 是關於他哥哥的 我以前起床時會很賴床 他哥哥本身是不舒服的 那… 有一天早上他真的很不舒服 原來那天他要離開了 我還一直賴床 我不知道那天他的情況那麼差 我全屋人叫醒我 弟弟, 別再睡了 阿薯的舌頭變紫色了 原來他一直等著我起床 見到我最後一面 他才安心 我所有事情都沒有整理 立刻飛了出去 飛車出去, 去授餘診所 但我在頭盔裡一邊全部哭 因為你知道他離開了 那天之後, 以後我睡覺 我都沒有賴床 因為我不知道… 你可能不知道賴床 你會錯過了甚麼 所以這是我之前的立場狗 教會我的事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說完 我之前也沒有參加過這些拍攝節目 其實也有一個很好的體驗 見到很多狗主 牠們真的很疼愛自己的狗 而且很照顧牠們 就像去看牠們開箱 開牠騰理箱 你看到牠們很細心 準備了很多東西為小狗 看見牠們真的好像媽媽照顧小朋友 我覺得很難得 因為很多人有時候養狗 只不過, 好吧, 放在家裡 有食物, 有飯就算了 但其實牠們會照顧牠們 很多西微的東西 本輯節目獎金獎品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 Ped holidays送出 人寵私人飛機關東聖誕白雪油 人寵旅遊套票現金券 及寵物禮品包 總值港幣37萬 大家有否覺得今晚這個睡衣派對的現場 其實很有感覺 看見這堆照片呢 我看到鼓腸 好, 出發 這些照片真的見證著 我們這次比賽到現在 到了十強的回憶 而且我自己很印象你們 第一天的時候 大家仍在普通室裡 然後一人站在一角 很社交, 但其實又不太熟 但現在你們已經很友善 我覺得感覺是很開心的 其實是辛苦, 我很佩服的 因為我就算Husky會跳火圈也好 我想我也未必能夠 帶他們來比賽的那個… 因為他們真的犧牲了自己的時間 很多參賽者都未必可以 請假, 每一個項目都能加入 還要回家主要跟他們練習 所以你們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你們做了十強 真的很厲害 我記得我最初知道入屬六十度強的時候 其實是猶豫過的 因為真的有很多天要拍攝 還有不知道能不能睡覺 那一刻覺得好像很大犧牲一樣 不過現在我覺得 因為我平時要經常上班 我現在好像突然多了很多天陪他 還有陪他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沒有遇到原來可以… 這麼開心, 跟我一隻狗在一起 我有一個畫面很深刻的 那天我們一起去做瑜伽 然後老師就叫我們做一些 拉筋搜尋的動作 當我在享受我的拉筋的時候 我發現Garrily就躺在我旁邊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你這麼舒服 我就轉頭看回十二隻狗 當時十二隻狗 也躺在瑜伽上 我覺得那個畫面很漂亮 很漂亮, 因為主人能夠平靜的時候 所有狗都可以很舒服地享受那個時刻 我覺得那個畫面很深刻 我覺得每一次你們宣佈淘汰的時候 大家的內心是… 是最真實的 對 當你去到真的要離開的時候 你會跟狗聯繫了 你很想跟牠一起留下來 去經歷更多的事情 你才會知道原來這一刻 狗仔跟這次的經驗這麼重要 你這麼想繼續留下來 這是激發到牠們內心最底層的感受 而且看到牠們也很開心 其實養狗最大的關心就是時間 香港人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時間 人人都很忙 大家都肯放棄一些 原本自己正在做的事 去陪狗仔這段時間 其實是很難得的 因為我狗仔之前, 早一、兩年 就不在這裡了 就想起… 緊緊… 先冷靜 好 其實你也會很難忘, 很多記憶都很難忘 每個主人對面有一個對人之間 對 是的, 老實說 因為我自己的那隻芝娃娃, 拌蝴蝶 其實我和你的那隻差不多… 差不多十五歲了 對 所以我剛才說是提真心 因為我未必會有勇氣 帶牠們來參加這個比賽 但是當然你會最了解Jamie的情況 你會知道牠很開心 我知道牠的體力還可以 所以其實我也說想給牠們名分 最少… 最少第三名吧 什麼名分 起碼牠打入十強, 其實也是一個名分 好 你們所有人都有這個名分 Jamie在哪裡 Jamie在哪裡 詹姊,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其實… 其實我覺得是贏了, 真的 就算之後能否進入… 再能否進入晉級 我已經覺得很強 很神奇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這裡有這麼多個主人 其實你們有男生、有女生 有不同年齡層、有不同職業 大家都是用不同種的狗 但是可以這麼神奇地 我們今晚聚在一起 你們就是Yumi 我們幾個 大家在說同一個故事 就是對於狗的愛 十個不同的人 但其實也是一種人就是主人 而我覺得很開心可以在這個旅程中 結識到你們這群主人 所以非常好的這個派對 所以這派對我很新鮮 因為從來都沒有試過 整件事真的很輕鬆, 很舒服 大家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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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一下 還有我覺得最棒的地方 就是大家分享對於自己 小寶貝的一些生活歷程 我覺得大家的距離好像有拉近了 我反而覺得這個是更加像破冰 又再進一步了解了 跟大家參賽者不同的事情 好了, 差不多到尾聲 是不是有些事情要他們先做? 對, 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出營之前 就要投這個友誼小狗 不如給你們30秒時間拉票, 好嗎? 不如先去營運吧 很重要, 你知道友誼小姐 通常都可以回到那裡… 我簡直要拉票, 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看她本身的友誼特質 也很重要, 當然 但是最重要是看一隻狗 或者是一個人的進步 我想讓大家看到 由她第一天拍攝的時候 到這一天 其實已經很大進步了 我自己覺得 第一票我當然是跳給Shelby 但我和表弟和Shelby的關係 主要是有突破性的發展 在拍攝的時候 牠們就像我兩兄妹一樣 同一個蝦米姿勢地睡覺 你知道牠平時也不是那麼多狗 或是人可以近身 牠們會繞著手睡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對我來說是挺大的進步 牠跟甚麼狗都玩得到 要動有動,要靜有靜 要大力有大力,要勢力有勢力 對每一隻狗都可以 用不同的方式去相處 Shelby,第一個 跟Gucci玩得那麼開心 所以如果我會投的話 第一個是先給Shelby 我會投給Bubu 因為我是牠的一天爸爸 牠可以跟其他狗玩得 跟人都可以 Bubu出名是友誼小姐 牠每個人都喜歡跟大家玩 牠又不吠狗 每個狗都歡迎 所以我覺得牠是一個性格很好的狗 我也要向牠學習 我是會投給Bubu 因為由我第一天見牠 我看著牠,牠是有疼愛我 所以我覺得這隻小狗很友善 會給Bubu 因為Bubu是阿餅 從比賽一路打到進來10強的時候 都是牠最友善的小狗 這隻小狗是阿餅頭的 我心目中的友言小狗 當然是Bubu選牠的男朋友 薯餅 因為牠們是雙人 牠們,不是我 對了 薯餅在這個比賽中最簡單 我跟牠的定立目標 就是跟所有狗做好朋友 現在阿餅跟大家都做好朋友 現在最高難度可能是梳打 但我們也努力克服這個問題 對,我好像可以了一點 對,牠們也有進步一點 期待明天 Gucha 牠每個人都會黏的 每個人都會釣你們玩 有人會記得牠嗎 雖然牠很愛玩 對,投牠一票吧 我第一個想投的就是Gucha 牠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小狗 而且我看牠真的跟每隻小狗都玩得 所以我覺得牠是我心目中的 第一名的幼兒小狗 好了,到Sumo拉票了 天生是有對友善的眼睛 對任何狗動人 牠是一個很有耐性的 讓其他…譬如有其他狗聞牠 牠會站著頂頂 這樣讓牠聞 或者就算其他狗吠牠 牠也會想撩牠玩,不怕 好像想告訴其他狗 你別罵我,我只是來玩的 其實我會給Sumo 因為牠對人和狗都超級友善 微微曾經被法鬥咬過 但是Sumo令我對法鬥完全改觀 原來有這麼乖的法鬥 牠轉被狗罵,牠也是… 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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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可愛 牠友善小狗,狗就一定不會投給牠 唯有拉人的票 牠對所有人都很友善 一定會疼疼,摸,又摸 很開心,痘痘痘 牠對人很友善 我覺得… 小狗,我覺得小狗比較斯文 不會跟其他狗吵架 其實…大家知道牠經常罵人 牠不是罵人,牠是婆婆 牠擔心每隻小狗 例如Vimi,你的狗瘦很瘦 那就多吃點東西 吃點東西 有啊, 有吃飯 Garry, 你的頭髮做得好一點 有 薯餅, 薯餅別這麼… 你精力過成 好… 好 做頭一條 到Garry了 Garry真的喜歡人多於喜歡狗 他總是覺得自己是一個人 所以任何人跟他玩, 跟他摸 他基本上經常在撩人摸 他跟狗真的不太好玩 所以我也是跟MaiMai一樣向主人拉票 謝謝 希望大家投這個親切 這麼喜歡人的Garry一票 我會投跟炭治郎比較友善的兩個 一個是Garry, 一個是MaiMai 他們比較包容炭治郎這種壞脾氣 我看到 我是很大壓力 因為… 不要哭 養一隻柴丸真的不容易 我自己教小朋友我 我經常跟這個人說 救人是… 難過救狗 因為救狗, 你可以捉住一條性 你救人是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打一個人, 但是你可以… 牠不是像牠們的撲著可以抱著的小寶貝的小狗 那些女生, 你看到參加在場的女生 牠們在身上抱著牠, 但我不可以抱著牠 牠回家的時候, 牠連我也咬 狗, 我不可以知道牠的情緒 我又不是一個很專業的純犬師 但是你一個拍攝的範圈很嚇雜 突然間有很多狗 加上牠的柴犬特質 牠又會容易生氣 我會不停地找人聊天 我應該可以怎樣做 遇到這些情況 我覺得我是有責任去改善 這次Mis Ho在這個營業中 我覺得牠絕對是其中一位主角 因為炭治郎始終在這幾天 牠有很多狀況出現過 但是也知道牠受了很大的壓力 大家都很幫助牠 我看到Ken, 我看到表弟 以及Eureka 大家都會很想幫Mis Ho 你說的每一句話都很明白 因為其實梳打也是一隻… 就是一樣, 很多人和很多狗的時候 其實牠也是完全是… 你也看到牠是… 怎麼回事, 要用正確的方法跟牠溝通 因為始終… 坦白說, 茶燕 牠不是很笛的寵物犬 而是牠真的需要教 以及需要跟牠溝通的狗 沒辦法了 你養了牠, 要保持牠學習 其實不是訓練牠 而是訓練我們自己 我覺得壓力是因為我是一個女生 但可能在一個比賽中 人們不會這樣看我 牠會期待你來得到這個比賽 你就要做到100分 你要做到, 每個回合 每一件事都是完美的 我覺得牠心態上放鬆一點 不同性格的狗 會出現不同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正常 但牠有很多時候很緊張 令狗壓力也很大 牠自己的壓力也很大 而再給牠的壓力也很大 但牠自己的問題 不會在當下發出來 但是狗狗牠不會表達 只能夠吠、罵人去表達 所以慢慢來 不用這麼急 說我今天不行 明天一定要行 就是慢慢來一個過程 我覺得會不會有一個公平的看法 就是因為牠有比較大的狗 牠們是男性去處理 牠們有爸爸在處理 而我可能是一個女生 我扯著牠的力度也未必足夠 但其實牠已經算是… 比起其他大狗 如果作為一個女生 我覺得我扯著牠也算是很穩定 是我盡了我最大的能力 Viso, 我們也知道你很… 其實你一向都很為我們拍攝 著想想很多東西 這方面其實我們也很感謝你 但同一時間我也很希望… 其實在這個比賽中 最重要是大家都有所成長 無論是你對著你和狗狗之下的感情 或者你對於作為一個狗主 作為一個主人 其實這次我學到了什麼 其實這次也很好 有這麼多人陪著你一起成長 告訴你 其實你不是獨自 還有這麼多人 其實大家和你面對一樣的東西 所以, 明白的 不過我覺得成長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想大家都會看到的 有經歷才會有成長 經過這次的比賽 MISS HO, 你和炭治郎的關係 一定會更好 接下來的通告就是… 水著攝影 Summer Party, 探戀開玩笑 MING PAO ents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